汪偉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許部長 好 許部長 來 汪偉你好 部長你好 首先針對使用牌照稅 部長 我們每年在繳的使用牌照稅 四年 四月的時候繳 繳的是哪一個年度的使用牌照稅 使用牌照繳的是不是 對 譬如說今年2017年 四月要繳 四月繳的是哪一個年度的使用牌照稅 今年1月1號到12月31號 OK 好 如果說我們四月的時候 就繳全年度的使用牌照稅 那為什麼四月沒有繳 接下來馬上就進入了 所謂的預期沒有繳要科除罰還 你不是要四月的時候 就要大家先預繳 全年度的使用牌照稅嗎 然後四月一沒有繳 你馬上要科除一倍的罰還 這樣合理嗎 這一部分就是說 雖然每一種稅總是有一個繳納期間 這我了解 對 然後呢 那你現在沒有繳納 結果你再繼續在道路上使用 所以說 部長你沒有回答問題啊 我剛講的問題還不夠清楚嗎 你要四月繳的是全年度的使用牌照稅 結果我一沒有繳 馬上就進入了罰還 罰還是行為罰耶 是啊 但是我們這一部分啊 我們並沒有 沒有繳納金 我問的問題 你到現在還沒有給一個實質的答案啊 但是我們這一部分沒有來沒有繳納金啊 沒有繳納金 對啊 你的意思是說繳罰還 對於行為人來講 比繳繳納金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繳納金跟罰還的法律性質完全不一樣 你應該知道吧 對 那你覺得這樣子就直接科除一倍以下的罰還 這樣子符合整個在稅法上面 對於行為罰的定性嗎 那我們行為法其實啦 像一年內第一次查獲的話呢 是0.3倍 第二次以上呢 才是0.6倍 我就要具體的給你看啦 我們使用牌照稅 你在4月的時候 是要人家預繳 今年全年度的 結果4月一沒有繳 進入了以後 你馬上可罰還 我們來看實際的效果 2016年 總共是14萬9千多件 罰了3億5千680萬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把我們的納稅人 把我們使用動力交通工具的人 來當做什麼 來當做國家 填補他稅收不足的時候 的一個裁員嗎 你如果說今天他在整個年度 用完了以後他沒繳 你要可處罰還 我會覺得這是合理的 這也是符合稅法上面的原則 但是你們已經要人家4月的時候 先預納 結果一過4月的以後 就馬上進入罰還的規範的範圍 你等於是要人家預先繳 如果沒有預先繳的話 你馬上就要可處罰還 這樣的規範結構合理嗎 問題他1到4月他已經使用了 1到4月已經使用了這部汽車 你該在這個繳納期間 你沒有去繳嗎 沒關係啊 你可以再回去看一看 你們在其他的稅種 是不是都採取相同的規制原則嗎 財政部可以回去匯整一下 看你們就地價稅 是不是也是採取用相同的標準 這個事情也不是今天才提出來 之前包括了連地方政府稅務局的人 他們都看不下去 直接提修法的建議出來 說4月徵收的時候 5月吹腳起滿就可以什麼 就可以直接用罰還這樣子來處理 這根本就違反比例原則 也違反當初行違法的意志 把納稅人當成什麼 把納稅人當成是直接去 用法環的方式 來苛增不足裁員一個便宜的方式 沒有啦 這個部分沒有關係 財政部你們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去想一想你們這樣子的規範結構 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那你們如果不推修法的話 另外該推的修法我會推 你們到時候財政部啊 再提具體的意見出來 再看本委員會其他的委員 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來 我們在院會的時候 我請教賴清德院長 終於有一個答案了 趙峰57億 賴院長說依法追償 賴院長做這樣宣示以後 請問財政部接下來的規劃是什麼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個依法也是要依照相關的法律去追償啊 當然嘛 對啊 那所以我問你啊 財政部具體的規劃是什麼 還是賴院長宣示賴院長的 財政部依然我行我素 我想是這樣子啦 因為今天我們是股權管理機關 只能是針對董事長跟總經理 刻意這個法則 那你講的話還是跟院會一樣嘛 我問的你是說 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行動要採取嘛 沒有的話你就在這邊勇敢跟大家說沒有嘛 賴院長都已經宣示了 結果你講的話跟以前一模一樣 現在是怎麼樣 賴院長講賴院長的你幹你的 財政部現在立場是這樣嗎 我問的是你們具體打算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今天財政部的立場是能做的 我們都做的 我接下來也沒打算要做什麼事情 就大聲在這邊說出來跟大家講 因為我們也要根據金管會 他的有關經理畫面 到底哪些人有疏失 對嘛所以你接下來打算的具體作為是什麼嘛 跟大家說明一下有這麼困難嗎 沒有打算要做什麼 就勇敢的說我沒有打算要做什麼了 可不可以請那個組長來說明一下 不用啊今天這個是你部長 你陪著院長在院會裡面回答這個問題耶 院長已經這麼清楚的指示下來了 政策立場也清楚了 結果那天你是陪院長開完會以後 對院長的政策宣誓你沒有放在心上嗎 不是啦這部分總是要由我們主管機關國庫署先 好來國庫署跟大家講你們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我們是根據行政院的調查報告 目前只針對公股代表就是當時的 你們之前講過的齁 就不用再付述了啦 我現在講的是賴院長宣誓完了以後 到現在你們打算要再做什麼 那一部分是要由趙峰銀行來 所以跟財政部沒有關係是這樣嗎 他是內部的 對嘛所以我問嘛 所以站在財政部的立場是不是跟財政部就沒有關係了 基本上我們的立場是這樣 就是由趙峰銀行來 還到今天還在踢皮球 你們今天的回答齁 讓賴清德院長在院會裡面做的這麼莊嚴的承諾 變成一場空啊 根本是空話嘛 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就對了嘛 賴院長的話你們也當成耳邊瘋嘛 不是這樣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們接下來具體要講什麼 發一個函給趙峰請他們依法追償 有打算要發這個函嗎 有嗎 跟委員包括目前是沒有發這個函 但是這個是根據這個 所以你們接下來具體要採取什麼行動 大聲跟大家講 以前講過的東西不要再扯了啦 這一部分我們是根據情人包括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再進一步的 所以那一天賴院長的宣誓 從財政部的角度上面來看就是 你們目前也沒有打算要做什麼嘛 那賴院長那天的宣誓有什麼意義 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其實像這個案子 因為就是金管會他已經針對 當時應該負責的那些比如像公務代表 那已經就他們就大過兩次 那麼當時因為他們在任的時候呢 他們的在紐約的金檢報告呢 他們都是滿意的 所以是後來因為美國他的政策改變 所以他呢就是同樣的東西同樣的事情 但是呢檢查結果就變成了就是有問題 所以在這幾位他們在任的時候 他們事實上他們是 是我們認為是他的責任是比較輕的 OK好按照你的立場齁 你們接下來也沒有打算要繼續追查 我下一次我遇到賴院長 我一定會再問他一次 您在院會裡面的承諾 財政部的官員是用這種態度跟具體的行動在應對的 根本就是在呼嚨人名 沒有關係主席講話了 時間到了 我們接下來還有機會 這個禮拜接下來都還有機會再碰面